火箭将杰拉德、格林的合同转位保障合同,却又才掉料暴笔、布朗,这样球队仍然空出一个球员名额。 火箭总经理莫雷习惯保持操作的灵活度他引进格林算是意外之喜,球队多料一个稳定的得分点。 但是,火箭的阵容深度相比勇士还是有些不足,对于莫雷来说,他需要更加谨慎地动用最后一个名额。 火箭在裁掉暴笔、布朗之后,球队距离奢侈税起针点还剩269万美元的距离。 火箭本赛季会尽可能地避免缴纳奢侈税,这决定料球队还能动用269万美元以下的薪金。 不过,对于火箭接下来影员来说,这部分薪金已经很足够。 火箭可以先用一部分薪金签10天短工球员缓解压力,最后流出一部分来补大鱼。 火箭距离奢侈税起针点还有269万美元。